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今天邀請到四位 有主持經驗非常豐富的來賓 他們來分享 他們在主持生涯當中 有哪些值得縮嘴的經歷 又有哪些遇過 很頭痛的突發 危機啊 歡迎他們組長 介紹第一位 湯總是 湯總是 歡迎GG姐 GG 歡迎我的新朋友高智 高智星 嗨 歡迎黃豪平 歡迎 黃豪平 歡迎四位主持人 大歡迎四位 高手 高手啊 我想唐宗盛這個沒話說吧 這個 多功能全方位啊 他根本 怎麼說這個人 然後價格公道配合度高 對 他公道 他公道嗎 好像我知道 還不趕時間 口風緊 對 口風還緊 好勝又不會看 對 好吃又不會看 好勝又不會吃肉 對 什麼東西 這不是一直套著嗎 高智我第一次見 你跟他比較熟 台灣好吃 然後他 他入圍了兩次的金鐘獎 對 連續兩年 謝謝 厲害 又吃肉質 主持人長這樣的很少見 他因為他有天生帶一個猛感 他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他常會露出他的 高智專屬的驚訝表情 對 每次好 因為我們是東獎會訪問那個 美思 就是小吃店 我吃的時候就 對 對 怎麼那麼好 對 就有利是誇張的一點 對 很像很像 日本人他 日本人的反應通常都是誇張 對 誇張 是吧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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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跟挑戰出現 他有去爬這個富士山 然後他們有特別做一個特級 富士山嘛 富士山 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用到的 資歷不等的 我們來聊 分享一下 好不好 主持生涯中 最值得說嘴的一次 我主持生涯當中 最值得說嘴的一次 就是我主持 主持金銅變雞銅的那一次 主持金銅 對 那一次 因為其實就是這幾年主持下來 有一些人講說 黃黃瓶是未來的主持新秀 還是主持金銅之類 可是那一次我變成主持雞銅 誠哥你也在現場 就是去年金鐘獎 星光大道的時候 你說那個三 三五那個 準備五支籤 然後只有四支籤是 四支籤都是那個得痛風 只有一張是得金鐘 然後你選就選中了 就那一次 因為其實當時我們 對 確定的 有人問我說那個效果 塞得不錯 我說塞一個頭 我不知道 一堆人都這樣子講 一堆人都想 不然我們塞得這個效果不錯 可是那時候其實當時我們因為 我自己主持 八月是第一次 我自己主持到第四次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沒有 扁無練了你知道嗎 就是已經沒有招了 已經沒有新招可以做了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誠哥已經是接近 是大軸最後一兩個 走出來的人 應該有一些比較驚訝的東西 特別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那安排一個小小的魔術 就想辦法 我要讓誠哥能夠帶著這個 開心的心情走進典禮會場 那萬一我抽到得痛風 怎麼開心啊 對 就你放心 就是 我一定有辦法 讓你能夠選到好的 這樣走進去 這個其實是我跟 因為我自己跟很多魔術師朋友 就是一起研究了很多 所以那是道具啊 就是一個小小的魔術 害我一個我是那麼巧選到咧 誠哥那時候真的 他結束之後 他還傳訊跟我講 豪平 你跟你講 那個籤太邪門了 好彩頭 邪門這個字眼來形容 對 太邪 搞來不然是道具魔術 對 那之後有很多人看到 我說豪平 你那個東西有帶在身上嗎 我想要也討個吉利什麼的 我就便宜師給他們看 他們就說太棒了得金鐘 然後就揚長而去 就從此之後 我就變成一種靈媒你知道嗎 就故意失去 這樣對 像吉祥物這樣子 為了他們帶來一點好運 然後我就走掉了 我今天有帶來啊 我今天有帶來 我有稍微改變一下 我們來 今天也抽一下 因為紅毯上面是 紅毯上面是四張是那個 得痛風 一張是得金鐘嘛 對 我今天來跟大家玩 有四張是得金鐘 一張是得痛風 為什麼四跟五顛倒 就是我 就這麼簡單 沒有關係的 先從這個舉起來 好 我選二 二號 確定要不要換 不要 恭喜妳 得金鐘 開心 現在還有很多機會 還有很多機會 來 下一位 高智 那我就是 五 五號這一張 還是妳的意思是第五個位置 沒有 我就是有五 要號碼 四是不好的意思嗎 我給過妳機會了 我讓妳選最下面那張 妳竟然 得金鐘 恭喜 好 剩兩個了 沒有人要錄地獄 我錄吧 大家都不喜歡 幫我抓著那個塑膠袋的部分 好 來 但四是兩個二 四是兩個二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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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像螃蟹一樣 這樣比夜還行 恭喜崇哥 妳終於得金鐘 耶 我們剩一個 剩一個 他就把效果做到我們身上 女王大人跟我的對決 到底是我得痛風 還是你們得痛風 選一個 三 無三不成理 要不要換 換 一 真的嗎 換就換了嗎 你太活了 怎麼換了 確定嗎 不是 他因為他想用畫素 贏我們上鉤 你知道 那你就上鉤了 對 他以為我會不換 我在抽出來之前 你都可以隨時換 隨時換 我們就選好一號 選好一號 恭喜誠哥 再次得金鐘 只有我得痛風啊 掌聲鼓勵一下 得痛風他怎麼換 恭喜大家 而且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去碰過 三號喔 妳最近有看到他動手腳嗎 我沒有啊 我一直在追他的手指頭 不要追究啦 這個直接送走 來 經紀人帶走 經紀人帶走 我自己的 你氣不能這樣 等一下錄完再看嘛 等一下錄完再看嘛 對不對 後面還有很多人故事要來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手法真的 祝福女王大人得金鐘啦 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剛剛一直跟著他 他到三大概只有兩秒 好輕鬱喔 這個是既是道具 也是手法對不對 其實就是很多人的 智慧結晶 因為其實在 主持的時候很需要有一些 讓人家驚訝的東西 對 我自己有研究一個遊戲 就是全場一起玩 剪刀 石頭布 而且讓老闆來跟大家猜拳 雖然站起來 把手舉在空中 然後老闆像你是老闆 你在中間 那就是說我們現場 大家所有人都舉起來 剪刀 石頭布 玩贏老闆 曾國成 誠哥的 好 就繼續舉著 其他就坐下來 然後誠哥準備喔 剪刀 石頭 布 好 石頭 剪刀的放下 剪刀的放下 所以剪刀輸了就放下 我們就只能就下來了 我們就沒了 剪刀 石頭 布 好 然後再來剪刀 石頭 布 好 從哥 從哥贏了 恭喜從哥 然後我就這個時候 就會拿出一個禮物 這是我的新書 什麼是市民的書啊 謝謝 我以為他穿紅包 不是 不是 那個道具很貴 我要花一點 我詢問一下 是 一級1350 跟你實際的車碼費 有沒有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啊 不是 沒有 他說的差很多 就是說 他寧願領1350 都不要領車碼費 因為1350他還有賺 沒有 你是為了去賺 我價格沒有那麼公道 沒有 那我就放心了 有時候去主持的時候 最希望就是主持人 自己會帶一些禮物 所以不僅僅是書 有時候如果我真的沒辦法帶的話 我還有小卡可以送 不是 你覺得很專業嗎 對 而且後面也是耶 等一下 讓我了解一下 一點鼻也夠厚了 除了書這什麼小 小卡 不用只用小 是卡 小卡 對 就書籤嘛 其實感覺滿自戀的耶 很用心嘛 其實同學會超喜歡的 你算不算自戀 我不知道 每天會照鏡子算嗎 算啦 其實會做自己的小卡 應該就有一點 有一點吧 崇龍哥有沒有拿過你的書 崇龍哥有拿過嗎 沒有 那剛好今天趁這個機會 那小卡也要送啦 有兩種花色啦 兩種花色 對 你知道嗎 有時候主持同學會有這種反應 那我是開玩笑的 這個是小卡大概給我每個人當紀念 可以 一人一張 可以 一人一張 幹嘛要給我們啦 謝謝 不是 我跟你講 有些校園主持 他們還是帶海報來丟的耶 對啦 我那是那個是遮瑕 那你可以拿套子回去裝 這個超好用的耶 我遇過那個跨年主持 延遲1.5小時 怎麼可能跨年 你知道為什麼 他有進度在走嗎 不是 因為跨年倒數的來賓 趕不及 我記得是新竹 那他是從台中 高速整個大塞車 到不了 是一個偶像團體 我們不好說誰 講了就知道是飛輪海 對 沒事 那不是他們的問題 那是交通的問題 對 所以在壓軸 倒數的時候 沒有辦法跟長官 還有現場的所有的粉絲 一起倒數 所以十二點過後之後 他們粉絲不走 那你電了什麼呢 我們就電了 就那時候有七個 先看一部電影嘛 對不對 那時候有六個小朋友 跟我一起主持搭檔 然後有會唱歌的 會跳舞的 然後就開始玩遊戲 對 然後誰喜歡飛輪海的 誰喜歡什麼 上來互動 送海報 送單曲的CD 送他們的簽名照 你就這樣蹭一個半鐘頭 一個半鐘頭 好厲害喔 對 然後只要有一個人在表演 剩下的全部拉過來 你會什麼 你帶來還會什麼 待會兒下一個就換你下一棒 然後你們三個去跳捷舞 然後放蔡依林的 來 周杰倫什麼就上來 這樣撐一個半鐘頭 準備 他不是有市府團隊嗎 叫他們上來表演 來 我們下一個 我們就勾置了 好 好不好 你再主持 你幾年嗎 大概已經四年左右 四年 對 然後我的體驗裡面最說 對 她值得說嘴的是 日本什麼 日本人記女星 送上簽名照 對 日本人記女星是誰呢 是 渡邊直美 對 渡邊直美 你知道她是台灣人嗎 我知道 分學嘛 就是台灣跟 就是她 渡邊直美跟他們一起去外景 就是那個 她是非常的親切的人 親切到我有一點尷尬 對啊 為什麼 那天是要幫 她自己的粉絲 粉絲見面會 然後因為我們是 那個粉絲見面會之前 是我們一起去外景這樣子 對 然後她一直叫我 就是今天我們跟高智 一起去外景 然後一直叫我 但是粉絲 他們 她的那個 在日本嗎 對 在日本那邊 對 然後就那個 粉絲見面會結束之後 也是還要幫 她要幫那個記者會 也是她一直叫我 就是今天我是跟高智 去那個外景什麼什麼 但是那個記者會 她應該滿喜歡你的 對 但是那個記者會的記者 他們是覺得 很尷尬 有一點尷尬 拉布拉布的時候 我跟 你就特別嗎 好 一點點拉布拉布 對 沒遊戲 對 沒遊戲 對 沒遊戲 對 然後就是 今天是我有帶來這個 因為我覺得 日本的明星很少 我自己是很少聽過這種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簽名送給節目 他節目寫什麼 就是這個節目的名字 台灣好之間 好棒喔 你拿的都是這種簽名 像我就 你知道嗎 我 你知道嗎 像我就 沒有 你拿日本的天王 像我拿的就是台灣的小天王 對 小天王 台灣的主持雞童 他也有幫你簽 等一下應該內頁 你還簽了 你還簽了名喔 第二頁有簽名啦 這樣不好丟 我都寫土松哥 他都賣不掉了 他剛剛幫你補得心中耶 不錯啦 沒有 我跟妳講 這個真的只有 就只會把內頁撕掉 每一頁都撕 哇塞 我正在愁著找不到方法 脫手 把它撕掉 我決定以後都 他就撕不掉了 來 這個把現場的氣氛炒熱 很像你也有你的方法 對 因為那個我剛剛吃東西 吃完之後 就Cue音樂 Cue音樂 我自己跳這樣子 我現在可以早上試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就吃個 剛剛吃飽了一個麵 對 麵 吃完了 好好吃 好吃 這個很好吃耶 好吃到音樂開始 來 Cue音樂 Cue音樂 dic Cue音樂 還在 互 trick 用手機放 對...就是這樣子 而且他們放得好大聲 我有一點尷尬 對... 沒有尷尬 你不停啊 這每次都謝謝小朋友嗎 不是 不一定 就是有請的 就是這樣子 對 OK... 很卡 謝謝 就是這樣鬧心 除了跳這個Bobby之外 因為他必須要找一些 篩選出一些 就是音樂一放 現場會有反應 對... 就像我爸剛才的 大家會跳對不對 對... 對不對 要跳 你幾歲啊 我33歲了 你為什麼會喘啊 他有一點... 有點累啦 對 才是... 不是歌是女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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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是女生的 沒有... 謝謝... 好 不錯喔 謝謝高志 謝謝... 你現在有沒有 在台灣有沒有女朋友啊 有... 有喔 在日本也有嗎 在日本也有 沒有... 開玩笑... 沒有... 在台灣也有女朋友 台灣人 有台灣人的女朋友 台灣人的女朋友 對... 那在台灣也有日本人的女朋友 目前在... 現在早 開玩笑... 其實我最早出道 是先當VJ 然後後來又變成DJ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這個呢 就是要回溯到當時 值得縮嘴的那件事情 非常值得縮嘴 歌神暖心獻唱 是這個歌神嗎 是張學友吧 對 沒錯 這是張學友 而且那時候因為 唱片專輯都賣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大概每個禮拜 光是簽唱會 就有很多很多的唱 然後北中南到處跑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非常非常幸運 接下了張學友的演唱會 那時候的簽唱會 那時候簽唱會 就跟前陣子Energy那個一樣 它就是從中午開始 然後一直簽... 到半夜的 那個人真的是一直繞一直繞 我不知道人哪裡出來的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呢 是冬天然後很冷 還在下著小雨 然後這一路簽... 就簽到晚上九點多 十點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我忘了吃藥 因為其實我當天是發高燒的 所以我就想說 時間已經到晚上了 我還沒有吃我那個 準備要吃的藥 所以我就在旁邊 趁著一個空檔 我就把我的藥包拿出來 然後就咕嚕咕嚕配水 就剛好被他的經紀人看到了 就走來問我說 你還好嗎 我就說OK... 我就有點不舒服這樣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後來呢 這個經紀人就跑去 跟歌神說了 雞雞覺得說 妳簽名簽太久了 沒有 不是... 她說身體不舒服 不是... 不做啦 這個經紀人跑去問張學友說 不好意思 因為她身體很不舒服 她已經從下午一直到現在 我們可不可以讓她先回去 然後我就說 不用...真的不用 現場需不需要主持呢 現場是需要維持秩序的人 對啊 其實不用啦 可是如果突發狀況 但是你還是不好意思嘛 如果突然有人衝上來 對她怎麼樣什麼 就是你還是需要 會想要在現場 對 好... 然後我就聽到她拿起麥克風 然後她就先謝謝大家 然後她就說 我們一起幫GG拍手好不好 她今年很辛苦 身體不舒服 然後大家就拍手啊 然後她還說 其實她今天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決定我要唱一首歌 謝謝她 好無聊喔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發誓 因為現場很多人都在 她就唱了 她來聽我的演唱會 我真的... 第一次我都不會忘記 我當場都哭了我 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剛剛到現在 好可惜 經過這麼久 那時候沒有手機耶 對 那時候沒有 因為真的太久了 二十幾年 但應該有些人有拍照吧 一定有啦 然後有照片 他很值得說嘴耶 一定有人把V8拍下來 錄下來 一定有 因為有的話可以寄給我媽 太棒了 太棒了... 無人能出其右 我這個比較俗氣一點 我是... 省下巨額的獎金 場地多大 在哪裡 八百 八百人左右 在一個餐廳 不少 新竹 新竹 竹科八十桌 然後科技業 然後是這個做快閃記憶體的 十萬 一百萬 不可能啦 八百十桌耶 我幫這個老闆 我隨便猜 八百萬 多 多再往上再來 怎麼樣 一百萬美金 再來 三千萬 一百萬美金耶 這可能吧 對 再來 再來 再多 五千萬 再多 再多 你看那個表情 再來了 五千萬是金 台幣 我們講台幣再來 一 再來 帥哥主持身體虛 跑外景就像地獄 很容易暈差的人 去伊朗 就路上吐了 吐完之後 就要不舒服的時候 攝影師說 搞事 要過來 我們要拍 剩下的又吞回去了 對 然後就嘴巴裡面 還有那個味道 真的是快崩潰 我們講台幣再來 一 再來 超過一一就太誇張了 什麼錢需要花到一億以上 對 怎麼說呢 怎麼說 因為那天在主持的時候 其實勤前會議 在開會的時候 就是董事長的特助 前面就跟我講說 今天拜託請注意 因為總裁是有一個預算說 紅包 其實這樣發就發 那就八百萬 八百萬 人人有獎 人人有獎 對 但是請小心 對 我說當然不會 不會是美金 當然有可能是美金 因為我們總裁 上上個禮拜 在另外一個下游廠商的公司 就遲了 喝多了 然後人家請他上台了 好 我們今天多少人 五百個人 每個人一萬塊的獎金這樣 每個人發一萬塊 但是他 美國回來 他講英文 他忘了 口誤 就三十萬台幣 想出去就收不回來了 對 收不回來嗎 那時候三十二萬吧 結果第二天就買單 一億五千多萬台幣 買掉了 買掉 買掉了 他照付啊 真的給 真的給 對 然後當天 來到了最後了 大獎也抽完了 因為主桌是總裁嘛 總裁旁邊有一個 長髮綁馬尾的 三十幾歲吧 那種 那我不清楚是老婆 女兒 還是情人 還是員工 還是什麼 祕書 對 祕書之類的 就坐在總裁旁邊 結果他上來玩遊戲 大家不是站一排玩嗎 玩一玩 那他也喝嗨了 然後兩者來說 今天是我的誕生日 對 我很開心 來這裡 這樣子就講 然後總裁就在台下說 那我們今天每人 一個一萬塊的獎金 全場炸掉了 然後我就在旁邊很開心 終於那個彩蛋爆出來 他就麥克風搶一塊 你知道嗎 全場整個嗨翻 我就看到 坐在主桌旁邊 第二桌那個HR 那個感覺 感覺那個刀架在補充上 這樣 就是感覺 他今天晚上會失去工作 他明天就要去 沒有 會失去生命 可能 那種感覺 然後我看著他 我現在想怎麼辦 這怎麼解 對啊 全場怎麼解呢 我後來想說 剛好 好巧不巧 他剛剛說他過生日嘛 後來才發現 他是從另外一個 美國另外一個州 跟總裁他們不同的 要過來 他是協力廠商之一 我說這個是貴賓中的貴賓 那這樣好不好 既然是貴賓中的貴賓 又是壽星 他說美金 我們必須要給他這個 特別的一個驚喜這樣 那其他的現場的朋友 我們原本是沒有的 但總裁一天好行 讓每個人都有 所以我們拿台幣一萬塊 然後我們這位美國牌 就拿美金 這樣好不好 給他定了0.5秒 全場就掌聲就這樣 然後你可以 對 台下那個HR就這樣 就這樣 結果就過了 總裁自己有意識到嗎 搞了半天是那個 綁變成馬尾的女生 他要求要拿一萬美金 他個人 所以他不是幫大家申請 不是 他是說所有人都一萬美金 他是拿著 他就開了 開了沒有獎 誰給他這個權利 可能他喝多了 還有一個可能 有可能總裁有跟他聊到說 上禮拜 喝多了喔 我講錯了什麼的 就各種可能 兩億耶 這不是開玩笑的 兩億五 後來算八百個人 總裁有來謝謝你嗎 有啊 總裁當天晚上的飛機 他趕回美國 他說還好 不用讓他趕成明天 還要留在台灣處理 兩個億多的陷阱 我那個 我才剛主持一個就是尾牙 尾牙 這個總裁厲害 他們大概應該也有五六分了 然後就是這樣到最後面這個 算是整個最大的獎抽完了 紫英獎這樣抽完 一抽 其實那一箱子 桶這麼大 這麼大 整個繞... 我覺得一個晚上抽都抽半天 沒什麼減少的感覺 你知道嗎 然後最後他又抽... 抽幾個幾十萬的 抽了幾個幾十萬 大家好開心... 然後最後再抽 最後一個大獎的時候 本來他們現在不是說 要用兩把抓 就是兩把用抓起來 看多少就多少 後來裡面 裡面剩下的一人一萬 剩下的是 剩下起碼幾千個 幾千個 千萬以上 幾千個最少幾千個 畫中老闆真好 我羨慕 真的 這是電子業的 電子業 好 我們分享完了 大家值得說嘴的事情 接下來 我們分享第二個環節 讓我永生難忘的 主持危機事件 對啊 我說你剛剛那叫主持危機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成就耶 好 危機 這也是危機 這也是危機 對不對 主持的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要處理台上的突發狀況 對 就是這個 這個很基本 身體圖示 我那天要去宜蘭 宜蘭 然後要採訪那個 原住民他們那個 收穫那個高利菜的 然後因為是他們那個 那個作業是 固定的時間要開始做 那我們是一定要固定的時間 要到那邊嘛 對 不然是拍不到東西 對 所以我們是 有一點延遲了 所以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製作單位都是很 有一點趕 趕快 趕快 要拍 要拍 這樣子 但是我 因為我是其實 很容易 很容易運車 所以我開了大概 那個一個小時的 路上的時候 我就 突出來 突出來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 我就一下車 就馬上跑去那個洗手間 跑過去 但是就來不及 就路上吐了 然後那個有一點 我覺得我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覺得 也是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 突完之後 或就要不舒服的時候 攝影師說 搞事 要過來 我們要拍 不然來不及拍這個東西 來 然後我是就是 不舒服的 剩下的又吞回去了 對 然後我就 嘴巴裡面還有那個味道 是 趁熱 沒有 趁熱 對 他們就開始到處 開始拍嘛 然後好 開始喔 三 二 一 嗨 然後我就 嗨 所以我們來到的是 這個是依然是什麼 還是要那個嘛 就是要 要做 要做開場白 對 那漂亮 但是我一直是覺得 那個嘴巴裡面有 那個的味道 然後先提也是 一直不舒服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是 你為什麼不穿衣服啊 因為是他們呢 是袁志明他們 是沒有穿衣服 我就拆高理上 那你看起來很涼耶 很冷耶 那個很冷耶 其實是那邊的人 都穿 袁志明有穿那個外套耶 袁志明都穿外套 你不穿 對 我有穿這個 你看 你看我旁邊的 頭目嗎 那你為什麼要不穿衣服 你是被騙了是不是 沒有啊 你看後面的那個男生 也是沒有穿 那旁邊兩個都有穿啊 其實是開始坐椅子後 會身體熱起來 對 然後那個高麗菜啊 那個一個籃子 我的天啊 起霧了 大概有三十公斤 三十 一個籃子三十 對 然後兩個 總共是六十公斤 比一袋米還重 而且那個也是 看起來的時候很重 然後就那個藥傷到 然後就身體也是一直不舒服 然後就結束了 所以結束了時候 我其實沒有什麼 完全不記得 要小心 謝謝 主持現場大危機 天災人禍躲不過 介紹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大風 這水上了 然後掉就飛了 我有一次是那種 長官名單 我用那個黃色的螢光筆 畫說誰誰誰誰 來要介紹這些人 一上台 我準備要唸的時候 所以全部整唸 就是看不懂 所以全部整唸 不是看不懂 我真的超驚悚的 對 這一直不舒服 然後就結束了 所以 結束了之後 我其實沒有什麼 完全不記得 要小心 對 真的要小心耶 暈車其實藏得住 就是說你硬撐 你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出來 我曾經遇過身體不舒服 是藏不住的身體不舒服 像是 我去可能說 那你壓力大就蕁麻疹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壓力大 準備工作的關係 然後那段時間 晚上十點鐘準時 會有蕁麻疹的狀況 然後當時去主持一個外景節目 剛好就當來賓 去到那地方 我千萬萬問說 這地方海鮮應該都很新鮮嘛 都OK嘛 對不對 他說真的是很新鮮 我說確定 因為我蕁麻疹很容易會過敏什麼 他說沒問題 然後吃完之後呢 我們最後面結束 是結束餐廳 要去外面做一個收 要找個點路 然後大概晚上十點鐘 差不多快到了 我就突然發現說 我照個拿手機在拍照 已經有一顆一顆東西 開始冒出來 別人錄影師搶光 我是搶蕁麻疹 因為那個疹子會開始 慢慢出來 說不行 他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他就我會開始 像菠蘿麵包 對 看起來就碰碰的 一顆一顆這樣冒出來 然後當時只有從脖子出來 我就說製作人不行 趕快找個點 快快快冒出來了 快冒出來 找個點迅速 他們想說豪萍怎麼講話這麼快 迅速收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然後結束之後趕快吃藥 就是那個蕁麻疹 再拖個兩三分鐘 他就開始就臉整個都紅 但不是他們東西不新鮮 是那段時間我特別敏感 所以我就 我就第一次人生 在跟蕁麻疹搶速度 那你講蕁麻疹對不對 不是 蕁麻疹 你是快冒了對不對 對 我已經冒了 我全身只有 是當臉是完整的 我從頭皮到腳底 我的免疫系統崩壞 我全身摸起來 跟穿三甲人一樣 好痛哭 我每天睡覺都在抓 我已經抓了好久時間 超痛哭 我到馬來西亞 一個潮間帶 要拍他的螃蟹 在野生生態的螃蟹 等於在這樣的環境 自然長大的 可是這邊都是那個雨林啊 都是很高的樹啊 我從一進去以後就 我就跟 我就跟舒服口一樣 我 你知道馬來西亞多熱啊 潮溼 三十五度以上吧 三十五度以上喔 我穿長袖 因為我只要拉開來 這邊都是疹子 好可憐喔 他說某個螃蟹 一抓起來就要馬上 因為怕它 如果它亂動的話 那個斷掉 斷掉賣相不好 價錢就賣不好 對 所以我們都要把它綁 所以綁螃蟹 這個很重要 你可以幫我們綁螃蟹嗎 要綁螃蟹 我全身長滿 這是什麼啊 幾年嗎 沒有幾年 幾個月 快半年 快半年喔 好辛苦喔 這是我主持以來 第一次在台上 在台上被破口大罵 這也是很久了 大概也是有快二十年 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台灣 在台灣 然後在中部 然後主持了一個 國際巨星的紀念館 國際巨星紀念館 對 就是它的紀念館 然後我就很仔細的 做手卡 因為我記憶力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一定要用自己寫的 我寫了之後 我才會有記憶力 對 我就是要自己寫的 好 然後就在寫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通常 這麼重要的一個紀念館 你開幕一定會有很多的嘉賓 我一個都沒有拿到 沒有名單 這樣好緊張喔 對 然後我就問公司 不知道誰會來 然後我就請公司確認說 這個 不可能沒有嘉賓吧 而且就是他們的官方單位 還有這個地方的長官 一定都會來吧 對啊 然後官公司就說沒有 不用念 然後當天到現場 我們在對的時候 我就又再次的跟中間的 對口的衝口 對 就說 一定有名單吧 沒有啊 我們也沒拿到 我就說怎麼可能 太詭異了 就一定會有人介紹 好 然後他們就都沒有給我 然後一直到 整個記者會開始 我就照著流程走... 走到一半 已經快要結束 已經大概過了三分之二了 這時候就有一個 穿西裝的中年男子 就衝上舞台 我 為什麼 就前面都是不要髒話 然後只罵... 為什麼會不介紹重要的來賓 這麼多貴賓 站在你前面 你都看不到嗎 我也想說 然後我就想說完了 我就馬上看他旁邊 就跟我的經紀人拭顏色 然後我就會說 這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要等您來 然後把最重要的這一趴 讓您來介紹 剛剛不好意思 我眼著沒有注意到 你已經到現場了 好冷靜喔 還是現在先請你 幫我們先唱名 您覺得今天要先 介紹的這位貴賓上台 請他來致辭呢 對口的人 沒有出來處理這個尷尬嗎 沒有 所以後來 我就趕快使眼色 就看到我經紀人 非常的機靈 然後馬上就去協調 結果他們一定要 給我們名單 然後就寫了一下 有一些有穿小背心的 那真的是 我覺得人生真的是 滿驚悚的一個主持經驗 可是你好冷靜喔 對 我當下其實有一點慌 但你沒辦法 你也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直接跟他講說 我就是沒拿到啊 你想說他怎麼會有道理啊 你是在罵 我也不知道 他會不會說 我說我的名單 他們都不會 你是罵 我真的突然想到 那天這樣嗎 那天前面還有 前面還有一趴也是很驚悚 就是我在介紹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大風 我手上的讓人到就飛了 為什麼 還好沒有收線 然後又記得 我大概有背起來 然後就他們趕快又 就有工作人員幫我借回來 我有一次是那種長官名單 他來之前會確認說 誰誰誰來嘛 然後我就好 我用那個黃色的螢光筆畫說 誰誰誰來 要介紹這些人 一上台 我準備要念的時候 海外主持超男HOPE 竟連這事也難碰上 在峇里島 七月辦的年會 在台灣 已經錄了一個影片了 我模仿李敖大師 李大師登出了 對 晚上的晚宴開始了 遇到了峇里島 這樣就知道 就開始 休息一下 中場休息 然後我就好 我用那個黃色的螢光筆畫說 誰誰誰來 要介紹這些人 一上台 我準備要念的時候 所以全部整面 我自己在念 我自己在念 他自己在念 他自己在念 他自己消失了 你真的超驚慌的 只好自己一直這樣 我自己在看 而且還在用對光 對光看不清楚 超好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都用螢光筆 紅的那個螢光筆 我有過一樣的事情 真的嗎 我準備要唱名之後 拿起來 還看我知道 有螢光筆了 眼睛瞪得比鍾葵還大 紅領眼... 來 手中換你 就是 突發狀況接二連賽 怎麼樣的場合呢 在峇里島 對 海外婚禮 對 是一個企業辦的年會 那他們就是 要做一個表揚大會 然後就砸大錢 機票 然後民宿整個包起來 而且包場 對 還搭舞台 五星級的 對... 在他們的會場 在他們的會場這樣做 然後當下也是大概有 大概將近六十座喔 這麼多啊 對 幾百人 在台灣已經錄了一個影片了 我模仿李瑤大師 這個跟那個安心亞 模仿的郭書瑤 那時候瑤瑤那個殺很大的同行方 這兩個一老一少一男一女 在影片裡面 現場的主持人是我 崇崇跟安心亞 那是安心亞第一次握著 你們用角色扮演 對...所以就現場 就有四個角色 兩個在影片 兩個在現場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那次李大師 講到賣車子 我告訴你們 我是專家了 這個什麼什麼 李大師 因為都錄好了嘛 那腳本我們也要熟悉 他裡面會講 李大師 你不只懂女人 懂歷史 你...車子你都懂 我太聰明了 對話 對 就在講我這樣 對 然後安心亞呢 對啊 其實李大師怎麼樣 就有這個一個 像脫口袖一樣 安心亞在幹什麼 安心亞在做的 為什麼是李大師會做的事情 不是 旁邊是郭書瑤 張忠龍 影片當中是郭書瑤 因為他做著那個 像鞍馬的那個機器 李大師 不讓你睡 之類的 其實他有這樣的橋段安排 然後李大師就會公布 好的 我要告訴大家 真正厲害的 會賣車的 第三名是誰呢 叉叉叉 曾國城 學不...這樣 歡迎曾國城 然後就轎子扛出來 對 第三名就扛出來 用這樣的方式 表揚到第二名 準備要到第一名的時候 結果那個突然李大師 出到這個賣車子呢 影片變黑了 就不見了 李大師 對 什麼叫蹬出 結果那一整段鋪陳第一名的 全部不見了 然後我在那邊等 等了大概十秒 還在演嘛 李大師 會不會在這裡啊 或什麼什麼 然後看什麼螢幕啊 還這樣 對 然後這邊一邊坐 還有一邊投票那個鏡頭 有沒有 畫面有沒有出來 對 就大概 將此的戲演三十秒 確定盪掉了 對 然後旁邊也看到有人說 我知道完了 怎麼辦 然後我就開始救了 就想說 你看這大師有時候吹牛皮 他講說怎麼樣怎麼樣 他還是會怕 因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多會 結果真正會的在這裡 對 然後我心裡想說完了 手卡上好像沒有第一名 因為都在裡面嘛 我都錄好了 預錄的 對 預錄的 怎麼辦 我要介紹第一名啊 結果還好我不知道他的大名 但我知道他是哪一區的 我就想說 所以真正喔 你看李大師嚇到了喔 跑了對不對 各位 不好意思 李大師跑了 還帶著郭書瑤 一定又是把妹又走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 讓我們全場一起 熱烈趕快歡迎什麼 北二區 我們的Top Sales 讓他尊榮登場 然後一登場 那個背後的大螢幕 出來的 就是有他的名字 我們 對 就這樣子 結果就就出來 那那邊就是 六人還八人大叫 就扛著第一名出來 前面撒花就上來 下午這個危機過了 那晚上 這才只是一個 這是一個 接二連三 晚上的晚宴開始了 就同樣一個會場 整個轉換之後 變餐桌這樣擺出來 我們今天現場說 沒有 我們辛苦了 下午什麼 我晚上什麼正式開始 我們好酒好菜啊 馬上就要開始 我們今天的 蹦 什麼 蹦就跳掉了 對 沒有晚上的表演是不是 馬上就開始 蹦 一片七 就開始 中場休息 沒有 好浪漫 然後看著旁邊 就旁邊就有去救 就叫我們先救場 我想說 各位 為了給各位一個 非常特別的感覺 有的人是福奇黨 有的是什麼什麼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讓 不管你是一個人 還是福奇黨 來到這裡 就讓你享受一下 巴厘島的浪漫 今天我們開場 改用燭光晚餐的氣氛 想不到 一邊吃著晚餐 一邊聽著舞台上的表演 夠浪漫了吧 聽舞台上的 也符合 符合巴厘島的這種風情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歡迎 我們的 星光雪滴子 阿莉莎 登場 歡迎 阿莉莎 阿莉莎 你知道 他們拿著麥克風出來 這超衰的 沒有聲音 對 超衰的 那怎麼會玩啊 對啊 因為燈跟麥克風 全部跳掉 就跳到這一下跳 我連聲音都不行 我一看旁邊那個就是 又來 因為沒聲音了啊 那各位 我直接用手這樣舞著 就在那整個會場 很大耶 各位 很辛苦地來到了這裡 好久不見的朋友 透過燭光看得到 同事啊 看得到彼此的臉 我們不打擾 讓各位好好的寒暄兩句 我們十分鐘以後 回到舞台上 整個喊到喉嚨快啞了 好辛苦 然後就 也不能承認燈光 承認那些問題 誰嗎 明眼人都知道壞了吧 當然 但是我們這樣轉的話 讓他們看出我們的誠意嘛 到後台 一說 遇到了峇里島 沒遇過的 二十年來第一次大停電 大家都停嗎 全部停 不能怪任何人 全部停 所以那整棟也停 所以發電線 趕快駕啊 後來等了大概快十五分鐘 那個是等到那邊 舊的電來了 那個電來 然後我們這邊是先有 麥克風的電 夠了 但燈光吃不下那個電 燈光電太耗了 太吃電了 對 後來十五分鐘 還快二十分鐘 那整個搶救起來了以後 燈來了之後我出來 想不到吧 各位 我又來了 對 剛剛的時間 應該很夠大家聊一聊 坐你對面是誰 什麼應該都聊透了吧 接下來就要什麼 我們上了兩道菜之後 我們說來就來 星光寫地是阿莉莎 就出來之後 就開始嗨起來 第三次 對 就是那天 整天都是狀況 但是觀眾手上沒有劇本 他們不知道 可是那個就是像 扶委會的那個頭 就我們在前面寫本子 在拍影片 還有下午的彩排 前一天晚上的彩排 他都有看到 所以他知道我們怎麼救的 晚上宵夜的慶功宴 他是 也是那種感覺就是 應該是要下跪了吧 對 就是謝謝你們幫了忙 救了那個 康從聖吃飯不安心 突發意外便免費主持 我也跟我家人親友在吃飯 我們也一桌 就突然聽到 喂 辰辰喔 辰辰 你不知道我現在跟誰在吃飯 沒有 沒有 你手機突破了 過生人喔 真的開心 我是阿扁總統 我希望勸你 跟他講一句 就 阿扁總統 總統你靠著當初你模仿 你看 你模仿阿扁總統起家 然後對不對 整個奠定了你這個 你的搞笑逗趣之外的 另外一種表演能力 有沒有模仿到 你自己真的覺得 真的覺得很好笑 自己都笑場了 有一個很荒謬的啊 就是我在吃 那個像類似那種 中餐廳圓桌的那種餐廳 大家在吃飯 然後我也跟我家人親友在吃飯 我們也一桌 那就是這邊一桌 那邊一桌後面一桌這樣 都是不認識的 對 而且是中午的 開放空間 對 中午的時間 那就是我的背後 就正背後 就突然大家還在吃飯 夾菜 寒暄 就突然聽到 喂 辰辰喔 辰辰 我現在跟誰在吃飯 然後 我跟阿扁總統在吃飯 我一吹就 我就有點 背脊就開始準備了 然後我對面家 家裡的人就看到 來了喔 要來了 我的生意有所準備 今天不可能 總統也是人家都不用吃飯 你不相信喔 我叫他跟你說兩句話 就一直熟悉 陌生人喔 就整個餐廳 大家就開始在看我 這樣 我就拿起來 你幾歲 你叫巴鈺喔 是的 辰辰你好 我是阿扁總統 是你跟巴鈺在吃飯 真的開心 他可能有喝飲料比較多 對 表示說在這個時候 他會打電話給你 就是你是他心中 最好的朋友 對 但是我希望勸你 跟他講一句 就奉勸他 就變旁邊在笑你知道嗎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 一邊講一邊很荒謬 然後我說我堂堂一個總統 我要處理你吃飯 對 祈禦劑是這樣 然後再跟你講 就覺得很荒謬 後來我們自己一邊講 自己在那邊憋笑 然後旁邊笑一笑 後來後來 阿扁說感情耶 我就走 走了過來 我想說可以夾起來 喝一個酒杯度外 厲害喔 來 交了個朋友 對啊 就這樣 有時候在某些地方 都會遇到這種 其實各方面該出的問題 都有出問題的 什麼器材出問題的 自己出問題的 已經到這邊了 應該極致了 你這邊 剛才這邊 是主辦大會出問題嗎 我這邊該是 表演者出問題的 那就你唱 還好你歌唱還可以 沒有 因為其實 不 他是壓軸 他是最後一位 那時候的狀況是 我去主持校園演唱會 然後當時前面 大概很多的歌手藝人 大家唱完 其實大家現場是很High的 可是最後一位上來的時候 他在後台就突然講說 為什麼 我就聽到 他們在那邊 那個竊竊思語在那邊講 就說 因為其實學生會當時 邀請他過來的時候 他是校友 他是說 我今天可以幫大家唱 那我的價格就是 可以低一點點 沒問題 沒問題 但是前提是他說 那你們不能夠收費 這個演唱會 是不可以收費的演唱會 不能賣票 結果他到現場之後 才發現學生會有賣 一張三百塊錢 他一知道之後 他就超級生氣 他就說我不唱 我跟你講你們這樣子騙我 因為我開的價格 是回饋學弟妹的 結果你用我回饋學弟妹的價格 又再去賺了一筆錢 我不唱 我不上 然後學生會會長什麼什麼 就一直在那邊說 學長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什麼的 可以麻煩一下 然後他們講半天 那這個時候已經是 前一個人已經不要玩了 我要上去串場 他說豪平你先上 你先上 於是我當然就開始試圖拖 就拖蛋模仿什麼 吳清風 一度差點我想說 接下來歡迎吳清風 然後大家想說 最後一個歌手換人了嗎 什麼的 原本只唱兩句 我唱完整個副歌 然後呢 再接下來其他什麼角色 憲哥 KID 這邊全部都用出來 好 時間大概過了七分鐘 還能要上的意思 好 繼續 現場點人說 你躲在這所學校 一個個抓上來告白 抓到台上 而且原本想說到底下 訪問完就算了 為了拖時間 我一個個要求要到台上 所以那個路程 又可以再拖一點時間 好 再拖十五分鐘 好 大家所有人告白完了 好 那我們現在 好 來玩遊戲啊什麼的 猜拳那幾招全部用 再拖十五分鐘 後台安安靜靜 一點聲音都沒有 最後 差不多該來抽金鐘了 那時候還沒有 你要抽幾號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都還沒有 然後後來已經試到說 有沒有人現場要告白的啊 有沒有喜歡的女生 他... 拖了快半個鐘頭了 拖了差不多三十分鐘左右 然後弄到一半 突然間聽到 就是台上傳出說 豪平辛苦了 然後就看到那個歌手這樣走出來 豪平辛苦了 現場沸騰 我順著就講說 歡迎某某某 然後趕快衝回後台 我說怎麼... 你們怎麼說服的 他說我們也沒有說服 因為他一直很生氣 可是他在後台一直聽到 你在那邊很努力的 在模仿啊什麼 說歌手就是 他說那個畫面是 拍了一下那個旁邊的扶手說 然後就上去 他聽到... 真的就是感受到那個主持人 在那邊那個態度 他終於願意上去 先給華厚賓鼓勵一下 對啊 真的不容易 當他是絕望 主持人的英文叫做host 這host有雙重的意義 那他既是主人 也是主持人 這代表主人用熱情的心情 來迎接觀眾 引導流程 讓活動精彩 同時讓賓主盡歡 那身為台下觀眾的你呢 希望你不要令習給予他 台上的主持人多一點點 歡笑 掌聲 當主持人跟觀眾 我們有很巧妙的配合跟互動 就會一起照耀全場 回饋給大家更多的 歡樂和笑聲 謝謝所有辛苦的主持人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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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大人下次再見 See You Bye Bye 甜甜去遇見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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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